超惹爱珍奶的好莱坞亚裔男星刘思慕 虽然是加拿大国籍 最新却在加拿大节目上霸气捍卫台湾珍奶 因为现场两名创业家推出罐装珍珠奶茶 声称将珍奶变成更加健康方便 还开创含酒精的急饮珍奶 以及爆浆珍奶随手拿包装 却对亚洲文化或台湾只字未提 老板变称流行多年的珍奶 已不再是道德产品 还强调产品确实有着文化连结 但这番言论无法说服刘思慕 他当场表明产品包装上 没有看出任何亚洲或台湾相关性 质疑这就是文化挪用 不会参与投资 率直发言在社群媒体疯传 吸引数万次点阅和按赞分享 网友一片叫好 表示百分之百同意刘思慕 结果这家魁北克波把珍奶品牌 以及节目现场远落投资 百万元的天使投资人敏哈斯 社群媒体涌入大量网友批评 两位创办人声称遭受仇恨和死亡威胁 火速出面打出六页道歉文 并承认刘思慕针对文化挪用问题 提出有利观点 最终天使投资人敏哈斯 火速撤资 谁都没想到风靡全球的台湾珍奶 有一天竟在欧美成为人人争相抢夺的文化商品 在新闻也会这么多 舍塔 虾翼